要不然我来接你啊 你外婆呢 我再买菜 走 跟我走 来 拿好吧 逗逗 逗逗 大姐 你看见刚刚跟我一起过来 那个小女孩了吗 好像往那个方向走了 逗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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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 就是 就这么点点高 那个手上还抱了一个小熊 你是她外婆吗 对对对 不是你教人把孩子带走的吗 我 我没有 那 那 那你有没有看清楚 那个人帮我孩子 带我孩子 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一个女的 大概三十岁左右 就是开车送货的 那个王俊的老婆 你不认识吗 那你看见 他把孩子往哪儿带了吗 往那边去了 谢谢 谢谢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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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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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八十五 再三百五 稍等一下啊 黄雪 怎么了 我的天 等等被黄金给骗走了 怎么会这样 什么时候的事 刚才 我 我一晚猜 我一不注意孩子 就被他带走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我过来找你 我 我得去找大美 你 你快点来啊 那好 你跟大美 就在医院门口等我 我现在就过来 怎么了 黄姐 你看一下餐厅 豆豆被王军抓走了 我现在要去找他 要是周总在就好了 你和大美捧食 怎么对不了王军啊 可是他出差了呀 这怎么办呀 要不我打给你剑瓶 打 快打 快打 让你去 要去拿白银人 喝 甩薯 你走 你还是绝了 一杯 很多人 好的 这牢 大美捆我 你干吗 你这creat师傅 你能不能准备 我不要去 你不再来 你好好 是吗 这是一个 我最后很多人 叫我 你可不可以过来接我一趟 我想把逗逗找回来 好 马上过来找你 你 你有点出去开门 你就不要再给我回来 给你这片你不得好死 你 你这当老婆的 怎么这样周自己的丈夫啊 妈 您不知道 刚才电脑电话是 行了 不要再解释 你这样的女人这么狠 关她什么心 跟你说话 小姑娘 好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你 我的行 过来 过来 坐坐坐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来抓我 我是你的亲爸爸呀 林天人 我不认识你 你等等 我让你看看照片你就相信了 你坐吧 看清楚了啊 这个 就是你妈彭大娟 旁边这个 那就是我 认识了吧 这是小智的妈妈 不是我妈妈 我妈妈是邦琴 你少啰嗦 你就是跟大娟生的吗 我就是你爸爸 你不是我妈妈 我妈妈是一见别 我说是就是 你敢不听 我要找妈妈 我要找妈妈 你哭啥呀 你妈找死了 你不说什么呀你啊 许丫头你给我听清楚了啊 你给我乖乖在这儿 否则我不给你吃不给你喝 我饿死你啊 你是坏人 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 不要这样奶奶 走走走走 妈妈妈 那么烦哪 受不了我都啊 孩子哪有不烦哪 为什么呀 我提不下单 这种事我不管你了啊 我还告你去啊 那别人家还要充实呢 你敢 臭娘们儿你看 我跟你说啊 天天这孩子 要是那男孩我还真害怕 你看那小丫头 他就是王金家的吗 不信你到医院去查一下 什么地 什么歪就能查出来 你说这孩子多好看呢 你都好好看着 我们俩有了他 后三天都不会缺钱花 我再也不用给你 开车拉货了 你想他没 那时候现在怎么办 给他关屋里啊 过一两天之后 签完字翻房再说呗 可你看他这哭的啊 这万一别人听见了 把警察招来怎么样 你喝点藏酷去啊 他就是喊破嗓子 别人也听不见哪 你好好抽药 你快坐 快坐 带你爸 王琴 知道在哪儿吗 让大美带路 大美这儿 上车 快赶紧上车 王晴 要不要打电话报警 吃饭 我看待我饿了 到底吃不吃 姐姐你帮我做 我妈妈会给你很多很多钱 你妈妈能有多少钱 啊 我告诉你只要她骗子 你可值钱了 比你妈妈呀值多多了 我要奶奶我要回家 放心 等房子分下来了 我就把你卖给奶奶 到时候啊 你就可以回家了 啊 你怎么回家 你怎么回家 救救你 帮我拿 救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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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还真快啊 先要走也被把人给藏起来了 你怎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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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别瞅脸啊 你最好把孩子给交出来 谁说豆豆带我去 菜市场小贩亲口告诉我的 是你老婆把豆豆带走的 光天化日之下拐骗小孩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我说没有就没有 不信你们可以搜啊 你不要以为你带人来 我就害怕你 我到官军去检举你 让你这把豆走 告诉你王军 你说这话根本就威胁不了我 哼 口气倒不小啊 等着瞧啊 我姐怎么就嫁给你这个无耻混蛋呢 今天我先不跟你俩计较 怎么 找到了吗 一定是你把豆豆给藏下来了 这屋子里你们都搜遍了 怎么 还没完没了了 当然了 孩子是你们带走了 当然找你要人了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你有证据吗 小熊 小熊 早上豆豆跟我在市场 还带着这个呢 豆豆肯定在你那儿 这个小熊是豆豆的 豆豆肯定来过这儿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军 你赶紧把孩子放出来 否则 我绝不放过你 想要孩子 可以 不可 要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我告诉你 你可知道啊 这个孩子可值大钱了 他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王军 你那良心被狗吃了吗 豆豆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要拿她怎么办呢你要 我要财钱款呢 要么一个人一笔钱 要么折平方 我当然得留着她呀 王军 我知道了 这样 先把孩子交出来 钱的事好说 把人还你 你来个翻脸不认人 我才不上你当你 为了几间房子 你就绑架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简直是禽兽不如 什么叫绑架呀 我自己的孩子我带回家 谁敢说绑架呀 公安局他也不敢说呀 王军 你良心被狗吃了吧 你就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 你怎么欺负大卷的 你是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 我赶紧拼了我 你 你个死老太婆你不信啊 王军 你说 你到底放不放孩子 交钱放人 没得商量 王军 刚才你所说的这些话 我全给录下来了 如果你不放孩子 我这就报警 赶紧把孩子放出来 否则 走 我绝不放过你 想要孩子 可以 不过 要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告诉你 这个孩子可值大钱了 他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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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豆豆 豆 豆豆 我真是疯了 我真是疯了 我怎么能让彭神把豆豆带走呢 豆豆要是留在我身边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建平啊 豆豆不会有事的 对不对 你也别太自责了 你放心吧 豆豆一定会好的 我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当初我就不应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请问哪位是从南北 我是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妈 我已经打电话自首了 警察同志 你们赶紧去找王军和他妻子 他们绑架孩子 导致孩子昏迷 你们一定要抓住他们 我们已经派人过去了 请你给我们走吧 大妹 大妹 妈 你别难过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 都是我不好的 我错了妈 女儿对不起 女儿不送 你多保重 大妹 大妹 你没错 都是那个丧尽天良王军害理 妈不怪你 妈 再怎么说 我也不应该做这样的事 这是我罪有应得 我应该受到法律的执行 王晴 严先生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大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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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了好了 这是逃命你拿什么拿呀 我穿什么穿 你拿点能力行 快 走 不要 大牛 这 弄过 我拿跑 我冤枉 我冤枉 我冤枉啊 冤枉 回顾望去再说 走啊 走吧 快点 走 哎 你